這個項目總共花了我一年時間 從一開始發想拍攝 最後有花了在三個實際的地點展出 所以算是我第一個比較 serious 的攝影計畫 從小到大有遇到很多同學或是很多人 聽過很多人都想要去不管是美國還是國外移民 所以因為我只是個交換神老師 我也只有一年的時間去認識外國文化 去看台灣以外的世界 所以其實一開始在做這個攝影展的想法 就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與其我自己花很多錢 然後在美國交換了這一年期間 跑來跑去紐約 去California 去芝加哥 去好多地方看 那我不如直接去認識 這些可能已經在美國生活好 很多 就是好幾年的 好幾年的朋友 台灣的朋友這樣 就也算是透過他們的經歷 帶我去更了解 美國這邊的生活 還有移民到底是一件好的事情嗎 或者是更多的辛苦的地方 或者是其他比較不光鮮亮麗的那一面 另外我前年12月來的時候 其實在這邊 美國的Asian Hate Crime 也蠻恐怖的 就是先講波塔安就好了 波塔安在2021年的時候 有很多Black Lights Matter的 protest 然後他們市區也有很多玻璃被砸 然後放火的放火 然後整個烏煙瘴氣 所以老實說我一開始來的時候 我覺得蠻害怕 就是有很多針對亞洲人的黑款 所以一開始這個計劃 其實也是想要為 就是亞裔族群 就台灣人稱為亞裔族群 這個方面去發生 因為我覺得在美國 就是你會必須為你的權利去 去說話去發聲 如果你只是以為而去隱藏自己 去退縮 然後不選擇面對問題的話 那大家根本就不會理你 所以一開始我的想法是這樣 但是老實講 來波塔安兩三個月之後 我覺得 我覺得這邊 波塔安比我想像中的更 friendly 一點 其實我根本就沒有遇到 雖然有遇到幾件小的 也可能算歧視 有點模糊地帶的事件 但基本上沒有遇到 非常恐怖的 黑暴力的攻擊 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事件 這樣 所以我到後面有點轉 轉一點方向 就是更把 更把目光去 更把我的攝影的方向去 去關注在這些台灣人這樣 對 所以我希望 就主要是希望 這個社區可以更認識我們台灣人 台灣的文化 還有台灣移民的 這些故事這樣 對 我們要保持 最好 在這個社區 可以選擇 對 我們要保持 找到 我們要保持 我們要保持 公司 我們要保持 我們要保持 我們要保持